梦华路结局 两大反派被洗白 雷进躺营 刘皇后成最后赢家 梦华路是由刘亦菲成小领先主演的女性古装励志剧 该剧讲述了三个女人经历各种困境 携手勇闯汴京 并在皇城寺指挥史顾千帆的帮助下 最终姐妹齐心 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永安楼变成汴京最大酒楼的故事 梦华路已经提前收官 对于这个结局已经很圆满了 三队有情人最后忠诚坚属 最幸福的还是杜成峰和三娘 然而剧中的几个反派 有的得到隐友的下场 有的却被洗白 在结局中 杜牧这个以清流为首的反派 本来想利用欧阳旭扳倒小亲爷和刘皇后 结果没扳到皇后反而被贬官离开了京都 在结局中 欧阳旭这个反派他的下场悲惨也是罪有应得 相望上爬固然没有错 可千不该万不该杀人犯下命案 直接犯了死罪 也成了压死欧阳旭的最后一根稻草 欧阳旭最后不仅身败名裂 而且还被打入皇城寺等候定罪 欧阳旭被问斩也是迟早的事情 然而结局中 还有两个反派却被洗白 有的躺赢 有的成为最大的赢家 第一个被洗白的反派就是雷靖 雷靖一开始因为夜宴图的事情 想杀男主顾千发面口 然而雷靖这个反派真的会做人懂得左右逢源 对各方势力阿谀奉承 不仅是关家还是皇后 还是萧欣妍那里 最主要的是还帮男主洗脱嫌疑真的是八面玲珑 所以说 雷靖这个反派不仅被洗白 简直就是躺赢 不管以后朝堂的局势怎么变化 哪一方势力倒台 雷靖这种人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而截局中 第二个被洗白的反派就是刘皇后 他才是剧中最大的反派 他才真的是一手遮天 为了掩盖自己过去的丑事 想要置赵派尔于死地 而顾千发为了救派尔 威胁并跟刘皇后做交易 刘皇后才肯放过赵派尔 然而官家最后还是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刘皇后跟官家和好如初 地后情深 夜宴图丝毫没有撼动他的体位 再也没人跟他作对 真的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总而言之 大戒局中雷靖和刘皇后这两个反派被洗白 雷靖躺赢 活到了最后 而刘皇后的地位依然稳固 再也没人跟他作对 刘皇后才是最后的赢家 这三个人的改变让人很惊喜 但也有三人让人失望 肖像 本以为肖像是真的心疼儿子顾千帆 没想到他是个精致利己主义者 儿子被抓 他竟然能不救 顾千帆和他断绝关系真的作对了 满嘴人意的肖像太让人失望 皇后 皇后和刘儿一样也出身剑籍 但皇上喜欢他 为了维护他才要拿到夜宴图 能从剑籍的乐际做到皇后 本以为他有能力 有胸怀 没想到他似乎还不如刘儿有格局 皇上向他讲述为君之道 他听了似乎不理解 还要利用刘儿 要不是顾千帆说出 派儿为了他才说真迹已伤 是体谅他的难处 他还不放过派儿呢 对皇后是有些失望的 孙三娘的儿子 孙三娘和杜长峰在一起 他儿子一开始反对 也在情历之中 毕竟是小孩 可他竟然说出母亲水心洋花账的词 着实让人目瞪口呆 由此也可见 纳氏的制度对女性有多不公民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女人二婚就要被人骂 小孩子从小说的教育 就是女人要三从四得 好